早晨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7月13日 已經是星期四 今天繼續在後備頻道跟大家見面 我們 這一節想跟大家說一下這個香港話題 其實昨天吃飯的時候已經收到 左倫有理 騙了政府錢 走了佬 左倫是誰 譚詠麟 右倫就是李克勤 宋禮勤 這兩個都是標榜愛國 愛港 愛共產黨的一個偽人 李克勤沒有譚校長那麼愛 譚校長特別愛中國 香港警察打示威者支持 中國共產黨做甚麼都支持 那麼愛國 愛港人 竟然是一個詐騙犯 所以 我覺得這一節很值得 開一節來跟大家說說 這個詐騙犯 真的 真的 令到 藍絲十分之傷心 媒體報導 由歌手譚詠麟和李克勤合資的左倫有理 竹麵小菜專門店 他的母公司 兩年前就透過中小企業融資擔保計劃 向中銀 借了547萬貸款 但是 結果沒有如期還款 而香港的按揭證券有限公司 日品高登法院 向母公司和貸款單本人 連本帶來 追討 欠款和9500元重費 連上利息 因為利息也沒有還過 日品壯指 被告左倫有你竹麵小菜專門店 竹麵小菜專門店 母公司是 星廚管理有限公司 還有他的擔保人叫郭玉華 左倫有你 在香港 其實三間店鋪都收拾了 日品壯指 中國銀行在21年12月8日向星廚管理有限公司 批出547萬貸款 列明貸款人需要在13個月後 分84個月每月還款 連利息是2,500元 這是政府擔保的 如果遲還 是會有額外收取6%的連利息 但是截至今年6月27日 兩個被告 仍然是欠了550萬 即是可能還過一期半期 其後 原告律師 向兩個被告分別發出律師信 要求他們 在7日內還款 但是兩個被告拒絕還款 其實我覺得應該不是被告拒絕還款 於是日品高等法院要求兩名被告清還547萬元欠款 並支付重費及利息 網上資料顯示 左倫有你竹麵小菜專門碟是由譚詠麟和你一勤在13年共同創立的 主要提供中國廣東傳統美食 例如雲吞麵、點心腸粉 竹麵 小炒 在香港、澳門、深圳、上海和馬來西亞都有分店 香港三間分店也倒閉了 我剛才上網 查過 在深濤天地好像還有一間分店 在上海 好像也還有一間分店 其他就不太清楚了 這件事真的要跟大家說說 我愛國愛港 很多時候 就是那些人用來賺錢的包裝工具 我看到網上 Twitter 還是其他社交媒體 一時間盛比 有一個報告 拍攝了那些藝人 譚詠麟、曾智慧、成龍 當香港還是港英年代 他們就以反共爭取民主、愛自由 這個名義 出來賺錢 結果大陸有錢 就回到舔共 其實劉德華也是一樣的 在80年代、90年代 當時原來在台灣賺很多錢的劉德華 所以 每年 台灣的軍人 都會請劉德華去勞軍 去軍營勞軍 即是慰勞軍人的表演 唱歌、表演 有錢收的 他也是因為勞軍 打開了台灣市場 因為在大陸當時未開始開放的時候 未有錢的時候 台灣 是全世界華語 電影 歌曲 劇集的一個 最大的一個市場 只要去到台灣 每個人都賺到大錢 因為台灣人口比香港多 所以當年在八、九十年代 台灣封殺的藝人 基本上那些都是 消聲匿跡的 沒有人找不到 其中一個 叫做梁小龍 梁小龍那時不知道拍過甚麼 就得罪了台灣 我一時間聽到一個故事 就被台灣封殺 就不給他 所有他參演的東西全部都不給台灣 結果 沒有片商請梁小龍拍戲 梁小龍銷聲歷跡 即是做陳真那個 做火核邪神那個 所以 台灣一道是 香港明星的最大的市場 當年曾志偉也過台灣賺錢 香港找不到的就過台灣 結果也娶了台灣老婆 現在風水流轉 如果大陸有錢 大家就去舔大陸 其實 這些事情都怪不得人 人望高處 哪裡有錢就去哪裡找 問題是 做人不要做到那麼久 在香港出生 香港長大 吃香港的奶水 香港令到你 大紅大支 令到你發達 結果你又支持大陸人 支持 香港警察 打香港市民 嘔打香港學生 這些行為已經很糟糕了 然後回到大陸就要舔大陸 總之逢大陸也舔 逢香港也舔 這種人真的是十分之賤格 最賤格 就是譚詠麟每次去旅行 都是用BNO做旅遊證券 被人在機場拍到他拿著BNO 這也是更加離譜 口說是愛國 原來愛國 只是一種包裝 現在 還要詐騙香港特區政府 你申請這些中小企融資貸款 是由香港案件證券 有限公司去擔保的 這些公司是香港政府的 全資公司來的 目的是幫你中小企做生意 做你擔保 結果他就借著這些機會 騙錢 現在 那個擔保人叫做郭玉華 逆陰 這位玉華就是男性女 但是估計 都是沒有甚麼身份的人 隨時可以坐牢 坐牢 坐牢的 人頭 或者 如果你在以往大家有看的雷諾傳 這些叫做Keeper 即是負責頂罪的 負責坐牢的 他們大部分都是古惑仔 導遊 或者 可能有些人是 就死 絕症 之類的 專門都是背責的 有很多這些人 很多明星做生意 其實也會找Keeper 為什麼呢 因為怕出事 尤其是有些 不正當的明星 剛才所說的 我們不再回覆一次 有些 風禄壽 壽星公 魚蝦蟹 胡佬金錢雞等等 他們做生意的方式 其實都是採取穩困的 每一次生意 都會 招出外面的人 跟他們拍檔 但是 很多 不知頭不知頂的人 就在中國看上去 以為大明星做生意 我夾一份神武士啦 他們那麼好招 大多人來光顧 結果 在大陸開過 在常平等等 開過無數間那類的明星餐廳 結果 數字開得很大 每一間餐廳都開得很大 一間餐廳100萬裝修 就開了400萬裝修 入了那些貨 專門買了很貴的貨 轉頭那些貨就不見了 又拖欠供應商的錢 股東的錢就很快就輸了 然後是清盤 他們做生意最終的結果就是清盤 清盤當然欠下很多費用 包括裝修費用 包括貨款 包括租金 甚麼都欠的 當然 火記人工當然是不找啦 怎麼要找呢 難道你不信我 我這麼大的明星出來做生意 你不信我嗎 你走吧 我們找另一個partner 這樣就可以過關了 所以 奉勸大家 不要打算貪人家 出名人 要跟他做生意 沒有好處的 一定會找你笨的 這次 他找的笨的目標 原來是香港政府 這件事 我覺得 其實是 很惡劣的先例 一個愛國愛港藝人 竟然 帶頭 去詐騙香港政府 造成的惡劣先例 不下於 犯了國安法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為什麼 政府 支持你當生意 你不還錢不只 還要找人頭 找導友找人頭 現在都追不到 以後誰借錢給中小企 以後沒有人敢借錢給中小企 原來愛國愛港是假的 原來 愛國是假的 騙錢才是真的 這些惡劣的例子 其實真的不可以 此風不可掌 一定要 有一個阻嚇性的判刑 甚至乎 最少也要判終身監禁 香港沒有死刑 沒有判死刑 或者死活 沒有這回事 但是 那麼惡劣的先例 起碼也要判終身監禁 因為超過70歲的譚校長 你判30年就等於終身監禁 李克勤年輕一點 不用判那麼久 這些 這樣敗壞香港風氣 教導外國愛港人士 原來全部都是假的 全部都是以找人策為目標的 這些 真是令到香港人 很氣餒 所以 香港政府如果不做事 你這個政府就廢了 你要不要通緝海外人士 在你那裏賺錢 這裏也要500多萬 你通緝那8個才花800萬 有沒有搞錯 這件事真的是 看不過眼 外國愛港人士 要發揮你們的力量 盡量把這兩人承知犯法找出來 還有 我想你盡快要向國安公署舉報了 他們的下落在哪裏 他們的家人在哪裏 連他們的家人 像羅冠聰一樣 把他們的家人抓出來 譚法長在哪裏 叫他出來 還錢 應該這樣做 這節時間 我們先說到這裏 希望大家 繼續支持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 訂閱Patreon 以及大家訂閱星期二日報 Youtube 會員 未來三個月 我們都會在後備頻道 跟大家廣播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拜拜 拜拜